哈喽大家好我是男青年 我发现了我住在这地方 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兼职摆地摊 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有一份工作 他们下了班之后呢 开着US的车 在这个地方摆地摊卖袜子 10块钱五双 听他们讲他们就是在各地去找货源 有一个老板说 他为了得到最便宜的厂家的联系方式 花了1000块钱买的人家的号码 这是他自己亲口说的 也不知道有没有虚构的成分 反正我也就那么一听 不过从他的这件事情到 我感觉到现在货源也真的挺重要的 网上也没有完全的都是透明化 肯定还有更便宜的 一般能搜索到的 能看到的都是花了大价钱 或者是销量搞上去的 不太适合就是那些真正价格便宜 但是没有花重金推广的人 由此可见 还真的要货币三家 货源也真的很重要 他们白天都是上班的 晚上的时候过来摆摊 他们肯定收入还可以 10块钱五双 如果要是说他们的进货价是10块钱 10双的话 那也就是说 每卖10块钱 他们就可以赚5块钱 如果一晚上卖10个客户的话 那就是50块钱 20个客户就是100块钱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止10个20个 肯定有很多钱的 他们每个月光靠这些摆地摊也完全可以收入过万了 东莞不罚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情在我看来可能赚不了大钱 但是目前可以解决他们的升级问题 不过乔南人的模样看起来更像劳苦大众 不像白领 一般白领都是白白的穿着也比较讲究 比较时尚看起来 它看起来就完全和我这种典型的重地的没啥区别 或许以后我也会走上它的道路 在买的 mega rude 入随 航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